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起初,美国宣布将在60至100天的时间内,完全撤离雪莉亚,这一决定遭到了库尔德武装的不满。 无奈之下,库尔德武装只能向雪莉亚政府发出求救信号,呼吁雪莉亚政府军接管曼比基地区,从而保证雪莉亚领土不被土耳其吞噬。 与此同时,库尔德武装在外京美联军允许的情况下,直接将曼比基地区的控制权,移交给了雪莉亚政府军,而曼比基地区的美军,虽然一再要求雪莲降下旗帜撤出曼比基,但是由于双方实力悬殊太大,曼比基地区的美军,在经过一班衡量后,最后还是灰溜溜,漠不作声地撤离了曼比基地区。 据俄罗斯卫星社消息,当地时间1月1日,曼比基地区首批400多名库尔德武装战士,在30多辆到8车的运送下,返回优法拉底和易东地区。 自此,叙利亚政府军将会正式接管曼比基地区,与蠢蠢欲动不肯罢休的土耳其政府军,形成对峙局面。 而美国方面则在此时突然变化,将住戏美军撤离的时间,从最短的60天调整为4个月120天。 此外,美国方面还表示,之所以延长住戏美军撤离期限,一方面是为了向库尔德武装提供保护,而另一方面,则是避免伊朗从中获利。 但是不难看出,库尔德武装,目前已经对美国的撤军举动伤透了心,为此还丢失了对曼比基地区的控制权,美国撤军决定不会做出改变的同时,库尔德武装自然难以消除这一心结。 回,看当前摄利亚局势,美军突然宣布曾徐利亚撤军,导致徐境内各方势力纯纯运动,极端组织疯狂突围。 土耳其政府军大兵压近视东北部地区,徐利亚政府军迅速收复曼比基地区,而俄罗斯以及美国方面则处于观望状态,表面上没有动刀动枪,但是暗中博西依旧激烈。 但是在此期间,美国宣布曾徐利亚撤军的负面影响,仍在持续巴架。 据报道,在美国宣布曾徐利亚撤军后,美联军方面已经陷入了高度的不稳定状态。 事前,荷兰方面宣布,将会按照此前限定的协议,将荷兰空军部署在市境内的6架F-16战斗机撤回国内,并不打算继续用F-16进行反恐任务。 不难看出,但前的叙利亚局势,已经进入白正化阶段,叙利亚政府与土耳其之间的矛盾空前监位,一不小心都将会点燃新一轮的冲突。 这让作为北约成员国的荷兰,感到十分担心。 荷兰在北约中并不显眼,在局势混乱的情况下一步流伤,都将会被绑在战争马车之上。 而美军宣布从叙利亚撤军,以及伊斯兰国际端组织,即将被彻底清除,为荷兰从叙利亚撤军,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企迹。 此外,叙利亚局势已经是大势所需,无论土耳其怎么和叙利亚政府斗法,都无法改变阿萨的江山域发牢固的现实。 因此,作为北约小国的荷兰,留在叙利亚也没有任何利益可言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